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圣灵记第八章第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 他苦恋你 认你饥饿 将你和你列主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 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那摩西对犹太人讲那些饭很宝贵的话 可以说将他们旷野的生活 做一个非常简要的总结 一个很重要的中心 他们整个流浪的生涯里面 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 有一段非常痛苦的历史 就是四十年在旷野的流浪生活 然而摩西告诉他们 他们神会借助他们所犯的错 都在旷野流浪这四十年 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是要苦恋他们 刚才神明说 他要苦恋你们 目的就是要在自己的错误里面 能够学到功课 才预备进加兰地 很重要 他们犯了很大的错误 神用四十年来准备他们 来准备 同时也准备一个领袖摩西 他们是否能够在这些错误当中 学到功课呢 神进入环境来苦恋他们 摩西特别提到 神认凭他们饥饿 他也出了认凭这个字 认凭他们饥饿 但是把他们从不认识 从天降下来的 那个属天的属玛拿 赐给他们 玛拿很熟 我们也跟玛拿 从天上给他们的神的粮食 他们没想过 那个天上面有粮食丢下来 神会要教导他们 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那是靠耶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原来神这种环境的试炼 是要我们认识 他和他口中所出的一切话 在旷野饥饿 身体需要食物 但是借着这个食物 肉体的食物 让他认识到灵里面的食物 摩西特别 所以提醒他们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不是单靠 不是不靠啊 当然也需要靠食物啊 当然要靠食物 因为人才能够生存嘛 可是人如果单单靠食物来活着的话 那会是怎么样子的生活呢 人肉体的欲望可以借着食物而满足 灵性的需要 只必须借着神的话 才能得着满足的 用这个来对比 我们用身体的需要 来比喻到我们 属灵生命的需要 一样的重要 所以圣洁 公义 诚实 仁爱 谦卑 恩持 神谢罪的 恩 赎罪的 爱 等等 都是我们灵性上 所渴望的 唯有从神的话里面 所带来的 滋论 我们才能得着满足 才更深认识到 刚才所提到的 那些属灵的美德 认识神 也知道自己的需要 我们如果只顾肉体的需求 而忽略了灵性的需求 的需要 我们的心灵是 永远不可能得着满足的 因为肉体的填满 你感觉到 后来还是 人心是空虚的 这个一定的 那么这样看来 神的公义与耻爱 在以色列人当中 完全得以实现 他们对神的不信 已经得到惩罚 因为神爱他们 必定加以管教 这个很重要 爱 不是没有管教的 有管教的 那么管教是让我们归正 回到神的圣洁的道路上 让我们将一切不好的被磨练掉 管教任何认识自己的亏欠 软弱不配不是 让我们归正 故此 神惩罚者成了苦练在这里 惩罚是不好的 但是苦练是好的 一个目的 让你成财 惩罚是让你受苦 让你知道 多么可怜 你需要被打 但苦练是不要 神记得 马拿更教导他们认识到 人活着 真正所依靠的是什么 阿摩斯仙基曾经讲过 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病 干咳不是因为没有水 乃是因为不听从耶和华的话 这句话我们很熟 不听从神的话 注意哦 不是没有读神的话 是没有听从神的话 听了还要从 服从神的话 这是最重要 丙可以水 丙与水 让你身体得到满足 真正得到生命的丰富的 是听从神的话 不是神来听从你 是你要听从神 不是他听到 还要行到 那很重要 所以故此 神容许我们遭遇一些困难 不但要我们知道自己问题的所在 你问题发生在哪里 神给你遇见问题 那么在问题当中 我们学到什么呢 在自己的软弱窥见当中 我们到底学到功课没有 这个才是重要 所以这些摩西告诉他们 真正学到的是认识神 和听从他的话 这就是神 这就是患难 磨念他 苦念他们的目的 那么学习更深的经历 神的话 知道神的话 对他们生命的重要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会白白的受苦 不会白白的 在困难当中熬过来 你熬了过来 你得着什么 才是最重要的 40年来 神熬了 苦念他们 让他们认识到 神仍然爱他们 你要丢弃他们 管教 是让他们 将不好的东西 拿掉 学到真正生命的功课 我们才可以说 不枉此行 祝福恩待我们 今天弟兄姐妹 对神的话语 我们不但要多读 多听 多背 更加更重要的 多遵行 听从神的话 服从他的真理的教导 活在在真理的亮光当中 才是一个蒙恩 蒙福 才不至于浪费了神 给我们苦念的 那份的心 求主帮助我们 给我们低头祷告 谢谢恩主 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 像诗人的祷告说 少人能用什么 捷径他的行为 来是要遵行你的话 我把你的话藏在心里 免得我得罪你 求主灵命 让我们真的真实 爱慕神的话 因为爱慕你的话 就能够知道神的心意 在我生命当中 是到底怎么样 求主保守我 也保守众同工弟兄姐妹 现在不但要爱听道 爱读圣经 更重要 爱遵行你的话 谢谢恩主 听我们祷告 福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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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